在台湾,能够带头行善的人并不多,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要带头去关怀若是家庭的人更少,为透过多元化的公益活动增进社区的凝聚力,体现对社区深厚关怀与支持,载着满满关怀的生活物资。 台湾护胜宫的40尺货柜中秋节前夕使到田伟一新元,在护胜宫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林兆居,田伟乡长许舒美及多位地方首长,民意代表与地方士绅共同参与开启货柜后,与志工们齐心协力发放给田伟地区的边缘户,带给200个家庭得到社会的关怀物资。 以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发扬妈祖慈悲精神,护胜宫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林兆居表示,田伟地区物资发送是成立以来第17次,送爱到偏乡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5年,发放爱兴物资超过千万元,今年确定至少要举办3场,包括西州北斗及田伟,未来只要偏乡的民众有需求,妈祖娘娘的慈心就会引领货柜车到需要的地方。 台湾护胜宫玻璃妈祖庙主任委员林兆虽表示,会让贫困乡民们能够得到物资,减轻乡民们的经济负担,快乐过生活。 玻璃妈祖庙每年都举办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活动,几经有好几年受到乡亲们热烈的响应,今后将持续办理在这次协办的单位中。 台湾护胜宫女娲补添美食团免费提供馅炸香鸡块,香酥菜饼,薯条,现场分享乡亲。 三恶萨克斯丰乐团结合萨克斯丰喜好者,刘洪舟,林书忠,蔡嘉荣等名师,与乐团团员一起吹奏萨克斯丰分享乡亲。 跟乡亲共同欢度,假日美好音乐时光。 前张化县副县长洪荣章表示,非常感谢台湾护胜宫玻璃妈祖庙,每年都到张化县各乡镇举办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活动,分享各种爱心物资,并结合乐团演出,一枕,一剪,血糖免费自我检测,女娲补添美食分享等活动。 现场还提供多种美食分享,让参加者在愉悦的氛围中享受佳肴,欢度温馨快乐的时光。 玻璃妈祖庙总干事许大祥表示,玻璃庙自2020年开始每年举办送爱心物资到偏乡活动,这次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到甜尾乡。 是与田伟乡公所、张化县议员李俊宇共同主办,感谢各协办单位同心协力一起来行善,获得很大的回向,让玻璃妈祖庙有信心举办活动。 分享爱心物资给更多的弱势乡亲们,并弱势民众们祈福。 谈起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运送爱心物资的构想时,台湾护圣公董事长林兆虽表示,台湾护圣公落成后,因为是台湾唯一而且世界是第一的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公想要借由这信仰妈祖虔诚的信仰力量,带动一风一俗的正向发展。 所以,台湾护圣公把烧金纸的费用以及燃放鞭炮的费用以及号召公庙将举办普度,祈福法会活动的剩余物资捐到玻璃庙,再加上来自各界的其他捐赠,转换成善心的物资,送到边缘户家庭的手上,这样会对整个妈祖的信仰才会更有意义。 林兆菊表示,政府公部门虽有各项辅助弱势措施,但仍有许多边缘户受限于法律规定而无法申请。 这些边缘户就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台湾护圣公集结社会各界资源,以40尺货柜送爱到偏乡,护圣公从彰化出发,五年来已举办实习长,发放爱心物资超过千万元。 未来希望送爱心物资到全台,帮助台湾更多角落的边缘户。记者邹志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